大家好,我們是初次見面 我們會取名為初次見面的原因是因為 想以第一眼對台灣的印象 來表達對台灣人生種 這個美麗寶島的地方的表現 然後加強對小朋友的印象 我們主要是以摺紙 利用原住民的圖層 加上地方的特色 結合 做成一個豐富具有趣味的摺紙遊戲 藉由小朋友的親子教學 然後增進親子間的交友關係 我們有選擇了許多動物 有白鹿 雲鳳 藍樹 櫻花跟蚊龜 還有台灣的米頭 這些都是台灣的原生種 只有在台灣才有的動物 而且近年來因為 對台灣故事環境保育的問題 所以導致這些動物漸漸地 滅絕消失 我們希望藉由此專題來 呼籲小朋友們要來愛惜森林保護動物 然後我們隔本精美的摺紙書 還有四個場景 可以讓小朋友做動物的搭配 春 還有 夏天 秋天 還有 冬天 我們這次的專題可以使小朋友增加認識台灣特有種原生保育動物 也可以增加小朋友對於台灣的幸福 我們這次的專題主要是為了加強小朋友對於保育動物的認識 增長對森林的保護 存在不可能 對於總統